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广州市 书记万庆良最近被中纪委拘捕和调查 周一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免去 这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的职务 各方关注万庆良倒台的幕后原因 以及对广东官场格局的影响 跟其他人相比 万庆良的突然倒台 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当中格外突出 因为万庆良仍然占据着 一个相当有权利的位置 他是广东市最有权利的官员 这个城市拥有一千三百万长期居民 同时是南方制造业和出口的支柱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广东省的政治一直以来都因为 它跟北京的距离 以及独特的广东话和习俗而变得复杂 中共从北方空降到广东说普通话的官员 很难种入到当地的圈子里 结果是异常复杂和多变的派系 掌控着广东政坛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 对新常人表示 广东这个地方的帮派影响力一直很重 由于广东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 广东很多官员跟其他地方官员很不一样 对升职到中央不感兴趣 他们就是很愿意留在广东发财 对于新官到中央区兴趣不大 所以广东地方干部的影响力 的确比较根深蒂固的 因为他们对于到中央区一般兴趣不太大 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利益不利的话 他们的机型也很不得力的 所以对抗拒中央不利地方的政策 很多时候也出生这样子的问题的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万庆良的问题涉及巨额受贿 接洋式沃岸、巴尔乃斯生子等 由于万庆良是广东政坛梅州帮骨干 中纪委这把火不但令梅州帮崩盘 更可能烧向帮主广东省前省长黄华华 2012年12月 胡春华接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 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分析说 就像汪洋一样 胡春华是个外地人 与本地没有多少联系 万庆良的案子可能是胡春华 提交给更高层的人 丁学良说 在过去35年里 北京中央当局启动对沿海省份 广东、福建和海南岛的调查相当正常 他们担忧这里的腐败和地方主义 而原广东省食品供销公司经理范一平表示 范庆良落马背后 有可能是当权者为了安插自己的人马 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把某些人排挤掉 是权力斗争和利益博弈的结果 范一平还披露 万庆良过去在广东揭阳市 就被爆出很多问题 在揭阳那边就已经很腐败了 揭阳是新建的一个地级社 应该是他在当政期间 那个时候整个揭阳 像个大工地一样的 最高基本建设 所以很多可能在这里出了一些问题 而且揭阳我有一些关系 反正老百姓对他的这个意见就很大的 揭阳书记现在也出了问题了 跟这个可能有一些关系 万庆良落马 可能与揭阳市腐败窝案有关 台湾中时电子报引述消息说 万庆良曾主政揭阳近5年 当年许多重大项目如潮汕机场 中石油世界级石油炼化项目 乌宇核电项目 中海油LNG接收站 华润电力 中电头月东除美配送中心等 都在万庆良卸任市委书记一年内 落户揭阳 从2012年年底以来 已有四位接洋市级领导陆续被查 中石引述一位熟悉内幕人士的话报道说 接洋一些大项目是无中生有 万庆良亲自带队争取下来 美国大纪元新闻网也披露 万庆良早就积极向江派大佬 周永康和曾庆红等靠拢 很早就巴上周永康在广东的重要心腹 时任广东政法委书记 省政协主席陈少基 万庆良想搭上陈少基的情妇 广东电视台李姓女主播 并亲自从香港买了一支价值50万港币的玉琢 送给李 之后 万庆良又因迫害法轮功 进一步讨得中共高层曾庆红 江泽民的喜欢 从此高升 稳坐官位 稳坐官位